好 歡迎來到TR616 這一次的講題總共會有三位講者 KK是世材科技的負責人 Kroad跟Logan是世材科技的軟體研發工程師 因為近期的公司專案要轉為開運專案 講者將分享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問題 然後跟解決的方案 所以讓我們來聽聽看他們的雙研專案開運之旅 跨越技術挑戰與團隊溝通的實戰分享 好 教練 大家好 我是KK 應該只剩下現在會聽到我講話 因為等一下我就要教這個重責大任交給兩位 比較辛苦的工程師了 對 像我就現在變完全出嘴巴的工程師 對 那我們 我們主要是做那個網站系統的 對 然後可以大概可以搶的有點像是 類似像Wordpress啊 Shopify啊這類型系統的 然後可以透過我們的這種系統去建置自己的平台 對 那我們以前都是private的repo 那在今年的時候開始進行了這個開運的計劃 不過我們之前前端就有開運了 然後現在是在後端開運的路上 那中間有遇到許多問題 對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有解決可能沒解決的 那就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們剛好公司的專案從商業要轉到開運的專案的話 或是就是自己原本有做一些private repo 然後有想要把它轉的話 那可以跟我們交流 然後就把時間交給我們的Logan 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ogan 然後我這邊被取了一個叫還沒做事的前端 對 然後等一下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然後前半段會是先由我來講 然後會稍微講一下 就是像剛剛KK所介紹 我們是把我們公司的一個 原本一個private的專案 然後現在要做成開運 那主要的就是建置一個內容管理 或內容商務可以變現的一個系統 對 主要內容是這樣 那我們原本是個商務的專案 那為什麼要把它變成開運 那我們自己覺得是有幾個好處這樣 像是品質上 就是我們初期就是很明顯在執行要開運這件事的時候 就發現畢竟開運就是public嘛 那就會有相對多的工程師或是其他外部的人會看到我們的東西 那我們的品質如果沒控管好 就會可能影響到公司或是我們自己工程師 畢竟那個貢獻者上面都會有我們的大名 對 那我們就會開始很認真的想 像是原本只是一個工人 假設是公司自己內部的小專案 那我們就會可能為了解決這個需求就把它結束掉 那做成開運之後我們會開始想怎麼優化 怎麼做得更好 品質的控管或是所謂的程式碼的品質這樣 那另一部分還有就是 就是有了這個開運的想法這個思維 在我們公司內部文化就會開始有比較多的交流 就是會彼此討論我們要怎麼把這個對外public的專案做得更好 而不是只是裡面埋了一些像我們自己個人內部的想法而已 而是要有一個對外都可以大家通用的做法 然後創新的話就是這個是我們未來所期許的 就是我們開運之後可能就會有一些 想做這些內容變現或是內容的管理工具 可能會參考我們的repo或是我們的專案 那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可能會提出一些想法 跟我們互相交流 而不是讓我們的想法只是封閉在我們團隊內部這樣 那有了這些額外的想法 可能會讓我們思考到更多的面向或是更多的需求 因為我們要做的算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內容商務系統 那內容商務系統畢竟會包含到各種不同的商業行為 不同的面向 那如果只是應付我們的客戶的話 我們就只有客戶這邊的觀點 而沒有其他更全面的觀點 那有了這個開源的方式 我們會吸收到更多的創新想法跟交流 然後品牌上的話 就是我們公司做了這個公開透明性的發展之後 可能未來有人使用了我們這個repo或是使用到我們的產品 然後可以更看到我們對這個產業或是 這個業界上的貢獻吧 對 然後會對品牌上會有更好的形象這樣 然後我們內部的員工也是一個 因為一般的開源可能也沒有比較少機會這樣直接去執行一個大專案的開源 那我們內部員工也可以藉此這個機會拿到一個就是成為一個開源專案的貢獻者的做法 對 然後挑戰就是做開源這個也會面臨到一些挑戰 然後首先是技術上就像我剛才說的就是我們原本內部系統就只是佛我們內部 所以我們可能找到一個適合的解決方法就會去執行 那現在因為做了開源我們希望有更好更有或是更新的技術 可以去解決過去的一些累積上來的一些技術在或是因為需求而寫的技術扣 那我們就會開始專研更多的新的技術領域新的解決方案 然後就會讓我們因而精進自己的技術能力 然後商業邏輯上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這個商業專案會最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們裡面有了很多自己for公司內部的商業邏輯 那我們有幾個做法 像是我們開源的部分不會直接把我們的report改成public 而是我們建了一個新的像是前端或後端的server 然後我們會逐步的將我們的內容慢慢的轉移過去 那我們有的新的功能我們使用了開源的部分 然後舊的功能一樣是用內部private repo 然後我們會用像是ELB 它可以透過我們的路徑來導向不同的server來處理 假設有不同的商業邏輯有些用私人的有些用public的 對 然後時間上因為畢竟我們公司算是小的團隊 那我們內部也有自己的需求 那在處理需求上我們同時又要處理開源 會變成時間上會比較難管理跟分配 所以我們會傾向於有一些獨立的功能或是可能新的功能 能夠順便順帶優化的話 我們會逐步把它移向開源的方案 然後再像剛剛前面所說的 我們透過路徑或是導向的方式 來讓新的功能新的頁面來處理 使用新的開源那邊的技術 對 然後因為我是負責前端的 那剛才有講到那個還沒做事的前端沒錯 我們前端的repo還沒有開始 所以我們那個技術實踐的部分 先由我們另外一個後端工程師來說明 嗨 大家好 我是Klow 那我是負責我們公司後端 然後還有Infra的部分 那這個後端這個repo 我已經有稍微推進一點點了 盡量在時程壓力 feature壓力 bug fix 壓力 一漏一漏壓力的狀況之下 趕快把它處理起來 好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然後如果希望在座各位 也可以成為我們的contributor 好 那這是我們的tech tree 我們原本的後端呢 就是說比較尷尬一點 就是我們只是一個express framework 然後就開始在上面蓋大樓 然後就蓋得又高又漂亮 那每一次只要發生一些事情 我們就要在那一堆express的大樓裡面 找到我們要修的那一部分 所以其實蠻困難的 然後又因為一些原因 因為快速迭代的關係 我們產品初期 其實我們非常的急著要推一個prototype出來 那我們後續其實沒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去做refactor 所以這個債就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這一次我們有稍微決定說要用next.js 那type3本身我們本來就是type3 所以就沒有變 那剩下的部分可能 大家可能會比較好奇的是 postgreSQL跟grab.ql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到的那個技術債的部分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把很大量的邏輯 都用grab.ql疊在前端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的後端是負責幹嘛 JWT Session Manage 寄個信 管一些key 沒了 所以你可能跟你想像中的 網站打resivor到後端 做密碼驗證 然後再丟回來 決定你登錄成功 登錄失敗 我訂單打到後端 做一些shipping的事情 或是金流的事情 然後就沒有拿後了 剩下的東西都是我們用database下去 硬撐撐起來的 不要問我是怎麼撐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最近才剛進來沒多久 OK 好 那radis就不用講了 大家就是工作上一定會遇到 那rebi mq的部分就是 我們的quee就是很酷 就是自己用JavaScript的quee自己做 然後這個quee的maintain 也是非常的痛苦 至於micro service是給我們公司的一個期許 希望可以切一下 好 那我這邊只會列出幾個簡單的 我們遇到困難 因為說實在這個後端 因為我們 你就想像成我要把一棟大樓 就是重新再規劃一下 然後再重新把它蓋好 蓋漂亮 然後又不能讓原本大樓的功能 毀損或是影響到原有的客戶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是非常耗時間的 你可能其實你寫的時間很少 你最多的時間都花在說 我要確定我去動到這個function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要用什麼方式去確保說這個function 我在migrate的過程當中 不會影響到既有的使用者 然後你要用什麼手段去避免 所以我們其實沒有辦法migrate很快 那我這邊只是簡單列出四個 我們遇到的幾個狀況 那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到的quee的部分 我們其實有一個機制叫tasker跟runner 那這兩個東西不要把它想得太複雜 它就只是一個 一些需要時間執行的job 我們把它放在quee裡面去執行 那為什麼我們分tasker跟runner呢 tasker就代表說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怎麼講它是一個consumer 它就是把工作拿來做一做做完了結束 那runner呢runner是一種重複性的 會一直會有一個 我們簡單來想就是會有一個賭why 然後why等於1 然後就一直執行無限回圈 那這個機制呢我們以前在express做的方式呢 有一點慘不忍睹 這個call我就不要拿給大家看了 那簡單來說它是我們在migrate到nest.js 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現在的infra是aws 所以我們這種tasker runner的部分 我們需要結合aws 不管是healthcheck也好 它的一些instance的回收也好 都會有影響到 好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就是grafql server的部分 我們grafql的用法呢 就是非常暴力 就是我們有query 我們有mutation 我們還有讀寫分離 我們還把primary跟replica database分開來 所以就中間就有很多愛恨糾葛 那這個grafql的server啊 我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hasura 有人聽過嗎 有一位好 hasura呢它就是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個db as service 也不是說db as service 它提供一個服務 就是它可以去幫我們做grafql的translate 然後它可以做一些cache 做一些authentication 那這也是我進來這間公司第一次碰到這個東西 我本來以前用grafql就是想說 我可以把一些很多個查詢啊 塞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送一個request這樣就好了 但是這個公司很酷 就是它教會了我 就是grafql新的高度 怎麼用的變態 所以因為它用的太困難了 然後又因為說我們過度依賴前端 在寫grafql 所以我們在translate過程當中 就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好 再來就是prosql的trigger 這個東西它其實跟hasura有一點關係 但是我蠻想單獨講它 因為它算是我最近在做蠻有一點 我覺得很特別的東西 對 好 最後是我們tde的routine 那我們公司曾經有跑過一次 跑過一段時間的測試 就是請工程師要寫測試 那後來就因為一些時程上的壓力 然後一些人力上面的局限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很落實這一塊 那既然這次要開源 所以就是也確定了一下我們cii cd的一些flow 然後還有testing的一些 一些基本的call base這樣子 好 這是我今天大概會講的這四個difficulties 好 那我們第一個就來講task跟runner好了 那我們先從runner開始說好了 runner我剛剛有提到說它是一個一直執行 一直無限迴圈一直重複執行 某一些事情的一個程式好了 那它具體怎麼在net.js上面去實作出來 我就不多說 大家可以就是去挖一下程式嘛 就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那這邊想跟大家聊的就是 關於singleton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runner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講好了 我們會有一個runner 然後它固定在做什麼事情 它在做payment資訊的更新 就是你付錢了 那付錢會有一個payment log 會寫入到database裡面 那請問這個runner它可以有很多個嗎 就是我一次batch拉一大堆 拉100筆payment log下來 然後我去做process 那我可以同時有兩個runner針對同一筆資料 在做運算嗎 覺得可以的有嗎 覺得可以的有嗎 大家都覺得不可以 是因為上面寫singleton嗎 所以就不行 就是不行 那簡單的跟大家稍微有一點概念就是說 如果你付款了 或是說你退款了 那同一個runner在針對你的退款流程 在做處理的時候 它在中間的角色就是扮演一個小螺絲釘 我們這邊的payment runner 我們的寫法比較酷 我們把我們的payment flow 流程切成了很多個runner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多runner在接力執行的 那如果說某一個section 某一段flow 是由多個runner對同一筆資料去做操作的話 那你沒有辦法預期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所以我們這邊必須要用singletonrunner的方式去處理 那這個singletonrunner我們後來是怎麼做的 我們用了一個東西叫distributed lock 就是我們這個runner 為什麼我要講singleton的原因 是因為跟AWS有關係 因為我們是用ECS的方式下去跑它 那我如果我的test definition 我的ECS可能我預期 我希望跑兩個這個runner 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 不是跑兩個 就是可能因為一些原因 比如說像是他碰到了那個scale的limit 所以他ECS決定說他要擴容 他自己多up了一個runner 那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會發生說同一個時間點 就是這一秒 假設這一秒 他決定要擴容 甚至不是說擴容 比如說像deploy好了 我們在部署的時候 是不是會難免有一段時間 是同時兩個instance都活著的狀態 對不對 因為你deploy他不可能是把你關掉 然後再up起來 他為了要不要讓你有downtime 所以一定是先把新的up起來 再把舊的關掉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一個overlap 這個runner他應該是singleton 可是他在deploy的時候有兩個時間 有時間疊在一起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沒有辦法預期 這一段重疊的時間 如果對同一個payment log 做operate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用了分散鎖的方式 我們去維護他 讓他這個runner在up起來的時候 他可以去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runner 同一個屬性的runner 他已經起來了 所以他就可以決定說 這個runner他要不要進入idl 要不要去真的去做底下的程式 好 那再來是第二個關於自殺的部分 這又是另外一個很長的故事 但是我就長話短說 為什麼runner要會自殺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source code裡面 這件事情其實很尷尬 我們應該要找出source code裡面 有問題的部分 那我們其實有一段程式 它有時候會hand住 但是因為一些原因 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去找 為什麼他會hand住 所以我們解決的是問題的狀況 而不是問題本身 既然他會hand住我就讓他自殺 所以這是為什麼要自殺 因為那時候寫的時候 真的是沒空去處理那個東西 因為這個runner算是我們一個蠻底層的東西 那我們要去處理這個底層的東西 我們發現說他會hand住 所以其實是一個比較high level的程式碼 導致他hand 但是去處理他就可能要survey很久 所以就決定引入一個讓他可以自殺 那這個自殺的做法也非常的粗暴 就是setTimeout 對 程式碼也可以進去看一下 我相信大家可以一看就看得到 所以timeout一到他就會自殺 所以setTimeout就是什麼 裡面就是一個return0 你就把它想成return0 這樣就好了 他就會自殺 其實不是return0 是return1 因為他hand住了 好 那kill by outer 就是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ECS嘛 所以我們也有health check 所以我們也預防說 他在裡面自殺失敗 那就只好由外面來殺他 所以外面會定時的去跟這些ECS的task或container 他去做health check 所以如果你沒有定時回他的話 他也會被殺掉 但是這件事情很微妙 因為你要去控制他的timeout 到底多少的時間不回要死掉 多少時間回是ok 然後幾次不回算是死掉要重啟 幾次回就ok 所以為什麼會寫timeout 我們繼續選的原因是因為 這兩個東西是合在一起的 好 那我可能要快速待過 Grav Cure server的部分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就是能用錢解決 就不要用人解決 所以呢就是付錢就好了 那因為人手有點不太夠 所以我們知道把所有的邏輯 都蓋在Grav Cure上面 所以現在就是開始在痛苦了 該還債的還是要還 不能偷懶 好 那關於Postware SQL的trigger 這是不是一個anti-pattern 我覺得這見得很見智 因為就是一個雙面論 你如果用得很好的話呢 就沒關係 就是很方便 你可以去做一些tablelog odlog都ok 但如果你用得不好呢 就是拿來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更新訂單資訊 這樣好像有點偷臭 我們沒有拿來更新訂單資訊 趕快修正 所以你的用法會決定說 到底它是好還是不好 好 那我們的問題呢 可能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去maintain這個dbtrigger 因為原本是Hasura在去做這個trigger的維護 那我們要把這件事情 從Hasura的底層挖出來 然後塞進我們的程式碼裡面 成為我們的底層 所以我們要引入一個migration database migration的機制 來去維護這個trigger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分享了 我趕快一直飛 那tdd我覺得應該是我以外的人 公司rdt裡面 大家最痛苦的部分 對吧 對 太好了 因為我們大家其實不太寫測試 然後我進來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大家說我要寫測試 然後就一直寫一直寫 所以搞到後來就是後端 大家都有一點不太想送pr 因為覺得寫測試太煩了 然後因為這個東西又要public 所以我會追在所有人的後面 去request time and change 那這就是開源一個 蠻大的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以前可能因為 時程壓力的關係 我們很多東西都要快速review 沒有辦法做得相對精細 那現在就是說你這個pr要做好 不然等一下送出去就被罵 下面的contributor就會回你說 你這什麼爛pr 所以就是為了一點點薄面 所以大家還是要認真的寫pr 還有送那個review這樣 好 這是一個很硬的事情 那關於是我們要去專注在 讓我們的flow可以順暢執行 為了要趕上所有的時程壓力 或是很多bug fix一些客戶 entreprise部分的問題 還是說我們要專注在quality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 大家要去做好取捨 也是在商業軟體轉換成開源的過程當中 最大的一個挑戰 那這件事情 我相信我們老闆正在努力 就是努力中這樣 對 好 好 太好了 勉強趕上了 好 那我們就簡單的5分鐘QA吧 大家都 請說 好 嗯 這件事情 老闆要回答嗎 還是我要站在員工的角度回答一下 還是一人回答 對我來講 就是因為人 我就是一個菜筆巴 然後就是 這種我們是膚淺的人嘛 所以有錢就拿錢 有名就拿名 又有錢又有名 那當然很好 你看開源開一下 上來刷刷存在感 大家就會說 這個人你在做事好像不錯 contribute的送一下 期望這個專案可以成為我履歷的一段 不錯的experience 我就會覺得還不錯 因為其實我本身也有在貢獻開源幾家專案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跑來做 這個東西的開源的原因 你要嗎 好 那這一下 扣一下 沒有啦 就覺得 因為像扣他是有參與過開源的 像我就是沒有這方面經驗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個機會可以嘗試 而且我們的公司的商業專案又是自己熟悉的 相對熟悉的 我們做的就是把它開源跟原本的扣的優化跟可以嘗試一些新技術這樣 對但如果說可能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 因為畢竟開發上公司原本有自己的一些時程或是需求 會有一些時程壓力吧 對 然後又要多maintain一個新的這個開源專案 又要處理原本的那個商業的專案 就會時程上會比較緊 對 老闆 嗨 我沒有太多工程師反對啦 但反對通常都什麼pm啊然後sales啊什麼之類 對他們會說欸你們這樣子好像那個會變做比較慢 對然後然後就可能要跟他們溝通一下 對就是這個對公司可能長遠發展是比較有好處的 對例如說什麼不然是真材啊 真材的時候說我們有開源專案這樣聽起來就不錯 對 欸我們開源的是主系統啊不是那個什麼隨便一個小project這樣 對對對 所以在至少至少真材上就像剛前面有講到品牌上啊什麼 其實是有好處啊 那當然開發變慢這確實也是一個事實沒錯 對 還有嗎 請說 對 我剛才聽起來有說法性的專案小 因為我們都聽到法性的專案開源 但你一般聽起來不要相信法性的專案做了 不然會不會有很多的修改 想要把那個專案開源 因為我們的server上面蓋了很多enterprise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商業客戶 所以我們變成是說我們必須切割出我們產品內 然後要發展出主產品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去分離這個東西 然後再加上說因為原本的東西太多債了 講難一點我這個東西我要是想辦法把enterprise割掉 然後把它開出去 我可能就是自己內心會有點過意不去 因為總是會希望說自己做的東西很好嘛 那我們就順便reflect一下 只是這個順便就有一點太大了 那個應該是TBC把它塗皮continue吧 還在執行當中 你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有產品了嗎 一季吧 一季大概一個season 就是我們開始真的有把production的東西 migrate 比如說講難聽點我把某個功能搬過來 然後就欸好先上 progressive 對對對 progressive 對不是一次 對 每次有一個什麼比較bug的東西跳出來 那我們可能就是會比較趨向於說 欸我們把它migrate到過 新的public這個地方 然後把它做好 然後也把這個bug fix 就是用這種比較漸進式的方式去處理 對 那第一個的話大概 蠻大的feature的話 我們可能就花了大概一兩個禮拜吧 對 那實際整個東西都穩定 可以上版有上production 有上aws 大概就花了大概一季的時間 我也可以分享說 他說我們其實第一個 其實我們搬過來的第一個功能時候是失敗 所以搬過來的第一個功能失敗之後呢 我們是在第二個還是第三個搬的功能的時候才 欸終於上了 然後你說那個第一個現在上了嗎 沒有還沒上 他也還在 還在PR中 對 所以那個這其實 我們原本預期可能這個最好搬 然後我們搬了 然後就欸發現沒辦法上限 好好 那就然後後來第二個第三個 然後才某一個才忽然上限 這樣子 大概就花了一季 沒有到真的是把那個基本可以動 我們不是把它的閹割板然後分出來 而是我們就像剛剛有提到說我們是透過一些路由的方式去 所以我們直接 因為我們每一個功能 他可能就 可以想像成他可能是API的一個 一個API Group 然後一個API Group 那我們就是把某個API Group先 先Potting過去 對 然後所以其實 例如說 像某個核心功能 例如說全線驗證 就是登入登出 這個還算蠻核心的 那我們這個還沒有玩過去 對 我們那時候準備要把你打開來看 哇 這一整串 那個之後慢慢來 對 喔 說得好 跑起來 跑起來這件事情 是跑得起來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會變成是 一塊小積木這樣 你跑了一塊小積木 可是你前面可能 還是要依賴我們的 那個現在的 原本的舊的後端 這樣 對啊 現在 如果沒有辦法 完整跑起來的情況下 現在的貢獻者 就 就是沒有辦法參與 其實講難聽點 講白一點就是這樣 他 現在有外面的貢獻者 目前外面 有付錢 付錢的貢獻者 付錢的貢獻者 我們有付錢的貢獻者 有付錢的啦 有付錢的 我們開園不代表免費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付錢給人家修改一下 因為我們人沒那麼多 所以有時候他們忙不過來 我們就會請一些外包人員 有可能是以前我們的員工 也有可能是社群 有在做 有在開發提案的人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 有想要是 我們 我們 我們最後會是 會是有一個主產品的server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公司 對Enterprise客戶的server 是另外的 因為那是他們自己想要的功能 所以這個跟這個主產品 是就沒有關係 而是說 他們是兩個server去合作 然後去服務我們的Enterprise 但是我們一般的客戶 就是可以直接對主產品 就是不會需要這個外掛的 有點像是外掛的感覺 兩個server 有設計 什麼樣的 唉 這 又是另外 有設計 還沒做 有放在 關鍵字 關鍵字是什麼 two phase commit 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有用什麼 他大使鬥了 是不是 什麼什麼 還在跟我們 Trawal roommate上的這件事 只是 因為現在 前面的路還沒走完 還有很長很長 暫時先不要去想這件事情 先把 專心把手上的事情做完 那個後面的 夜深冷靜的時候想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對 我們人先專注在線 其實剛剛 我們的feature就是以新的就直接寫 如果有feature就直接寫到新的 對 就會直接坐在 新的server 因為我們新的server已經可以up了 所以我們就是迭代那個新的 我們就是有一個API v1 v2 然後load balancer去切換 還有嗎 感覺我們超死很久 不用客氣 我們原本就預期說要來講兩年的call's club 第一年講一個起點 然後希望明年有辦法講sauce call 對 還是終點 對沒有先要先立那個先立個旗 就是說那個明年的時候如果我們 有做好的話我們就明年可以直接開rapple 來我們來解釋rapple 對 就明年上台是不同人 好 還是還沒開車 告白 好那我們應該就差不多到這邊 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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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 谢谢观看